暈嗎 暈嗎 我能不能讓你不再暈嗎 暈嗎 暈嗎這首歌呢其實就是在講說 自己有點帥的男生期待女生給點回應 就會覺得他們看到我們應該有機會暈嗎 其實我們這次走有一點復古disco的感覺 第一次碰面的時候我們就花了蠻長的時間 大概我記得第一次我們寫大概有六個小時 我有貢獻一段 對 Rap 是我寫的 Rap 是他寫的 像我覺得調皮的地方我就用那個 反手剝頭髮 就是女生不是會做這些動作 就是可以讓人家覺得說 有那個髮箱的那個畫面 它一個動作就吸引你住 然後就暈了這個感覺 沒有耶 大家都是暈我 我超級暈的 現在幾分 我坐船去澎湖的時候暈到不行 就是船暈啦 我們大家都有那個平衡感沒有很好 其實暈 玉婷伸舌頭我剛才算了吧二十次 二十次 然後陳佑就是招牌的 慘下 旭文也是 我覺得其實她表情也是非常多 壞壞的男的 時不時來點舌頭這樣 對啊 大家都好多表情 想要跟你們學一下 電視上看他們玩狼人殺 好不好 就感覺很熟 想看電視你的邏輯也是很過 對不起 就是第一次看見是在電視上 本人是錄音的時候 之前表演有遇過很多次啊 沒用心 沒用心 真的不OK 那時候都沒有交流到啊 我們是錄音才真的交流 對 他們是前輩但他們也滿聽我們的 意見跟想法 其實那個 合作的感覺很舒服 怎麼講 練舞的時候啊 我覺得那時候我們大家 在分享一些 就是討論舞啊 然後他也教我們怎麼跳舞這樣 我覺得就是 怎麼講 也沒有什麼價值這樣子 對啊 其實看到他們在表演舞台上 都非常有爆發力啊 私底下認識他們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 對 就沒有什麼爆發力 沒有 沒有 就真的很nice 親民這樣子 我們都會覺得說 每次跟他們一起相處 每次都覺得非常開心跟自在 好 三 好 大家好 我們是 CPU 哇 好像 有點氣勢耶 就跟電腦類的歌啊 對啊 就是主機版吧 然後希望你這一線公司 可以找我們帶一遍 非常Q喔 對 搞不好我們可以玩一些 類似有點Band的Feel 好像也滿不錯的喔 就讓觀眾 有不同的體驗 希望這首歌有暈到你 然後未來就 大家一起 暈船 一起暈船 對啊 可以了 壓力 很難 壓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